好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就要选举了 那么针对两岸的关系还有整个国际的情势呢 大家也非常的关注也会影响到选情 那么最近大家来看到了这个卫星警报啊 这个一发布好不止台湾的民众呢都非常的关注 再可以看到全球包含了国际媒体呢 也是都来看到在这一次为什么会发布这样的一个警报呢 一连发布的是国家级的防空警报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近日也将要来行侵台湾附近 在选前这个敏感时刻 那么大家也引发了揣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呢 对于在选前部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看到全球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 也来评估了在2024的部分 那么也将民进党的总统候选赖清德 以及在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还有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并称为是美国的危险朋友 好你可以看到因为呢 华府长期呢都是专业一中原则 一面跟台湾进行安全合作 希望借此来贺阻北京犯台 跟台湾宣布独立 但是要看到了如果倘若说赖清德当选了总统 台湾不安全那么这个不安的状况 很可能就要受到考验了 美国金融时报在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打算在台湾选举之后 将来派遣前任的副国务卿 史坦伯格跟前国家安全顾问 哈德利率代表团来访问台北 好在这个部分 那么台海安全当然是大家的关注问题 那么另外看到英国卫报表示 台湾这座岛屿虽然小 那么总统大选结果对于世界局势 影响是很深远的 因为当选人呢将会为未来数年 美国跟到两大强权之间的关系 来做一个定调 同时再看到是前IT副处长葛天豪 好葛天豪现在呢也来勾大家了 华府不认为赖清德胜选在两岸局势当中 会有蜜月期哦 那表示什么呢 会关注出赖清德是不是 如果说呢他这个当选之后 会来遵循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但是美方其实事实上也担心 如果呢府会都是民进党把持的话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北京呢就会有大动作包围台湾的军演 那同时如果是国民党总统候选后 有盛选的话 华府也会关注他如何在斡旋 这个美中之间 所以在美国就是关注 不管是谁当选 在两岸的关系都十分重要的 但是美国在这个时刻呢 也出动了美国的卡尔文斯号航空母舰 来行进台湾的附近 倒数时刻出现了卫星警报 不只是台湾关注刚提到 外媒都在关注 因为呢这个国防部 因为大陆发射了卫星火箭飞越了 那台湾的上空启动国家级的警报 但是在这个英文的用词当中 把卫星直接翻译成了飞弹MISO 那么过去其实也有卫星飞越上空 但是并没有发布啊 现在在倒数期间引发了是借选的质疑 到底谁来借选呢 国防部位置已经多次澄清并且道歉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了 那这个大家就看到 那如果说过去 好你这个卫星没有发布 那现在要发布 那未来呢 是不是要有一个定调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部分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表示说 在这里证实部长 国防部证实这个是部长支持的 现在是他来扛下责任吗 那么另外也可以看到 来自军方消息高度500公司 为什么要发布呢 卫星十来倍的因素 轨道异常 发布讯息可能是 必须要做的一个选项 那大家就要问了 未来是不是 如果卫星飞越的话 都要发警报 敌人威胁手段更多元 将会依据突发的状况处置规定 根据轨迹产生的影响预警 来做一个反制 看到在发言人部分 就说表示 那如果说好 很多人收到了 那很担心 那如果说到底我该怎么办呢 卫星警报发布 民众要做些什么 民众该如何来处置来应变 后续针对类似的状况 整体会纳入思考范围里面 势必要再明确一些 现在呢 已经发布了 那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至于在这个台商部分 也表示说 下期没多久 遇到了发送国家警报 那么回到家发现 他使用的是一个双卡的手机 结果在双卡的部分 就拥有大陆跟台湾电信的 两个不同的信卡 收到的是简体制的总统警报 好来问问不同版本的国家警报 难道现在已经一国两制了吗 那同时呢 国台办针对整起的事件 也表示说 这无关台湾的选举 发射卫星呢 是年度的例行安排 事实上呢 陆方的先前就已经有发布 同时也表示 在十一号要来发布 那么哈佛天文学家 麦道威说 台湾是过度的反应 因为呢 在这个每一天 都有卫星飞越台湾上空 纽约时报表示 到底是飞弹火箭 还是卫星 大陆火箭飞越 台湾乱了套 为标题来报道 另外来看到 在卫星的部分 表示说在英文的翻译 是有错误的 卫星物为飞弹 中文警报 台湾飞越南部上空 让人误会 因为这个断句的部分 事实上有一些民众呢 第一时间一看 好像有点看走眼了 是不是穿越了越南呢 还有连外交部长 吴钊燮都看错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连四集的 四则的这个国家节警报 现在引发了 大家的质疑 包含了 过去没有发 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发 是不是再次的刻意散播 芒果干 是不是因为要选举了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实无前例 现在发了四次 这个依法国家警报 发布时间 从而到尾都没有卫星 这一项 因此也遭到 炮轰又一次的 国家诈骗 我国史无前例件 因为卫星经过大气层 发空袭警报 国防部第一时间 发的简讯英文是写 恭喜警报 飞弹飞过台湾领空 请注意 但事实却是大陆卫星 经过领海上空的大气层 来一怒轰 这是政府借选 发国家级诈骗简讯 国防部强调 绝无受政治干扰 更无所谓戒选其事 封刺的是国防部若真认为 有必要发空袭警报 看看警报幻想的第一时间 三军统帅蔡英文 不但没带大家避难 还继续辅选 她轻松抓抓头 淡定微笑着讲 话一说完还全场欢笑 似乎用行动打脸 国防部发空袭警报的背后 其实根本没危险 难道她早就知道 空袭警报是假讯息 警报该出现吗 根据规定国家级警报 有二十三种 其中要发空袭警报的状况 是飞弹落地 落海 截梯等 从头到尾都没有卫星 当初裴洛西来台后 中共发射四枚飞弹 穿越我国上空大气层 国防部隐瞒不报 如今选前一枚卫星 经过临海大气层 空袭警报狂想四次 要说没目的 谁相信 资料为什么要误判 谁下令要发布 监察军要查清楚 该下台的人要下台 二零零四年 陈水扁有两颗子弹的选举奥部 蔡英文总统任内 狼又来了 来了一颗飞弹的国家级选举奥部 网友调侃 未经经过要发空袭警报 难道以后流星来了 你也发警报吗 总统府说对岸发射卫星 没有政治企图 全民纳闷 你在选前发空袭警报 连款项 究竟是为了什么 记得张钥匙 林轩营SEL组台北报道 好看到呢 大陆发布了卫星 那么在台湾发布了 国家级的警报 现在也被质疑说 是不是有政治的动机呢 国防部发言人 来接受专访 否认有政治因素介入 同时表示 当时是有回报给 邱国正部长的 同时部长也支持 这项决定总统府并没有摄入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则分析 国安机关呢 最高当问国安会 不可能不知道 那么这个说法是 总统府国安会会进行切割 也就是让国防部来 背黑锅 这类的讯息 当然会往上沉 那要发这个相关的警报 怎么 怎么就是国防部 一个人就承担责任呢 所以很显然的这件事情 是总统府跟国安会呢 在进行一个切割 不要希望把这个争议呢 就是让国防部就背起黑锅 那国防部的发言人 前天讲的话 感觉上是往上沉的 是上面知道的 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 谁该负责任 事实上是很清楚 至少在督导 整个国安 业务的国安会 要负相当的责任 因为我相信 任何有 从中国大陆来的飞行物 包括飞弹也好 气球也罢 卫星也好 他们都会网上报到国安会 国安会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国安会一定要掌握这些飞行 飞行器的状况 他才能够做一些应变 你才能够做一些了解 政治来决定说什么要告诉大家 什么不要告诉大家 就连裴洛西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飞弹的越过台湾的北部的上空 事实上我都高度的 华怡其实播放部是知道 也网上报给国安会 但是由国安会决定 要让台湾人知道 那只是后来不小心的 日本发布了 然后漏了线 所以这件事情来说 我不认为只有国防部一个单位 就是知道这个讯息 就自己做了了断 就自己发了就算 你看第一时间的像陈建源的反应 像这个陈建源反应 还有其他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反应 看得出来 这他们好像对于这个事情 心里面大概有点清楚 就可能是 可能是这个相关的飞弹等等来行 或是塑造那种的危机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虽然说是国防部出来 说没有政治意图 但是后续的操作 第一时间的反应 政治意图实在太太明显的 事实上大家都看到那个 大家都觉得 我那天也在中天的现场 一看到芒果干又来卖了 又来芒果干 这次还跟不得了 还发防控警报 好像飞弹的 真的从我们上空掠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国防部很可怜 没了黑锅 然后但是真的要负责任的 就是总统府跟国安会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接下来 这么快 做好 把它应该知道 很配合